大家好,那歡迎收看這一次的大人玩具開箱,我是Jacky 這次呢我們一樣來介紹他透以長輩員系列的這個蟻人包的部分 那組合包裡面有三隻蟻人的角色 那首先呢我們來看一下外觀的部分 那這是正面,然後這個是側面 就等於是其實他的和風是一個整體的設計 那是背面有一隻螞蟻跟版權宣明的部分 然後這是另外一面 那這個是他的蟻人包的外觀 然後呢你可以把這一片抽起來 就可以看到內容物的部分 那裡面總共有三隻,就是黃蜂人,然後蟻人跟黑蟻 那黑色這一隻呢其實我沒有印象中在電影裡面有出現 或是我已經忘記了 那黑色跟銀色,或是黑色可能是以前的那一隻 然後後來改成銀色,反正黑色跟銀色其實是同一隻蟻人的部分 然後這是內裝的部分 然後後面就是 作者的 手畫風的部分 那我還是覺得手畫風畫的比較 比實體畫來的好看一點 好,那再來呢就是 我們把內容物拿出來讓大家看一下 好,那我們把內容物拿出來 那你可以看到這一組蟻人其實 跟之前一樣 他並沒有什麼可動的部分 那他唯一的特色就是頭會晃動 可以讓你偵測地震啊 或是有胖子從你後面走過 你可以感覺到頭在晃動 好,這可能是唯一的優點 然後再來呢,這一組是少數裡面需要自己 裝零件的部分 那他零件其實很單純啊 就是在黑色蟻人跟銀色蟻人裡面啊 後面的腦袋啊 有兩個 書 也差點講成書軟管 有兩個那個 可能是空氣啊 或是什麼的 運輸的管線啊 或是他吃的那個 藥嘛 讓他可以縮小的部分 那這兩條呢 你可以看到有 黑色跟銀色這兩條其實 黑色比較難裝 我不曉得為什麼啦 銀色就還好 那這個呢 大家要自己把它 裝上去啊 這是唯一裡面要裝的啊 那既然轉到背面呢 我們都看一下 全部的 背面的部分 然後再來側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側面的部分啊 好,那這個是 就是 蟻人的部分 然後再來呢 我把它稍微轉到正面回來 黃蜂人唯一特色就是他的 面罩透明的比較多 看起來比較酷 那不過呢 這個黃蜂人做的比較 質感沒有蟻人來的那麼好 就是你看過電影的話 你就知道 黃蜂人其實他身體上面的 黃色是那個 蜜蜂的網格嘛 那在這一隻上面並沒有 做出來 然後我一直覺得蟻人跟 星爵是好朋友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看到 星爵的頭 好,跟蟻人非常的接近 如果一把他扒起來 換成 星爵的頭 可能一般人也不會發現 蟻人的頭被換成星爵的 你可以看到 好,這是 可能是同一家漫畫出的關係 好,那再來呢 我們來 比較一下 之前呢 還有 HATOY還有自己似乎過 Q版的 就是更Q版的一點 那 大家可以 依照 就是你可能喜歡的哪一種 你可以買 哪一種 好,那Q版跟 長臂圓系列各有特色 那你可以看到 這是 Q版的部分 然後Q版呢 相對的頭再更大一點 你可以看到是 就是長臂圓的 頭的兩倍的大小 那一樣呢 都只有頭 可以幫你偵測胖子走過來 其他並沒有任何 可動的部分 那 黃蜂人的部分 我們之前已經開箱介紹過了 就是你可以看到 長臂圓的部分 黃蜂人比Q版這個細緻非常多 當然蟻人也是啦 不過 以頭盔來講呢 Q版的頭盔其實 跟Q版這個頭盔其實做的蠻細的 你可以看到 就還蠻可愛的 好,那這個呢 就是 蜂人的部分 那 接下來呢 我們放個轉轉 讓大家看一下 各個角度 好,接下來呢 轉轉讓大家看一下 蜂人的各個角度的部分 那我們先從黑色的蜂人開始 那這部分我就不做特寫去觀看各個角度啦 因為畢竟他也不是 做的特別的細緻或是什麼部分 需要用特寫才可以看到這些 細節啊 他就是一個 Q版的療傷小物幫你放在桌上 讓你覺得就是 比較療傷一點喔 好,不知道療什麼傷啊 好,那這個呢 是Q版的 部分 那再來呢 我們把它換成 蜂人的這一隻 蜂人的這一隻 好,那最後呢 我們把它換成黃蜂人的這一隻啊 好,黃蜂人這一隻結構就是比較 複雜一點喔 你可以看到 雖然他的黑色 看起來就是比較 塑膠 那不過呢 他的結構上其實還蠻複雜的 那只是就是沒有任何可動啦 就是一樣只有 頭是微可動的部分喔 好,那 最後我們換回Q版的這一隻喔 因為我覺得Q版這一隻 也還蠻可愛 尤其是他的 頭盔 那謝謝大家收看這一次的大人玩具開箱 那如果覺得我介紹的不錯 歡迎幫我多多 分享的部分 那如果任何需要 配合的廠商需要有商品介紹 也都歡迎與我聯絡 那謝謝大家收看這一次的 蟻人常備員系列的大人玩具開箱 開箱